见大葵一点为难 高大山终于反应上来 赶紧叫儿子带大葵去外面的汉厕 高全一出门 就把大葵带上了一条岔路 走了整整二里地 又给大葵指了间女厕所 大葵刚一进去 就有一个女人尖叫着从茅房里冲了出来 纠茶队文声赶来 把大葵带走 关了禁闭 高大山真恨不得打死高全 正当高大山要给高全吃皮带顿肉时 大葵突然冲了出来 死死护住高全 可高全却一把推开大葵 还跑上楼大放厥词 高大山越护着大葵 三个孩子就越讨厌大葵 不只是三个孩子 高大山的媳妇秋英也觉得别扭 大葵跟他差不多同岁 天天管他叫娘 搞得他心里很不舒服 眼看大葵来的日子够久了 秋英忍不住提醒 大葵听不懂这话 秋英正好逼高大山去赶大葵走 毕竟夫妻俩早就约好了 只留大葵住一个月 高大山不忍心赶大葵走 然而就在他左右为难时 大葵竟自己提出要走 如果条件允许啊 他真恨不得留在高大山身边 近一辈子的笑 但囤子里的庄稼 牲口都等着他回去试弄呢 高大山心里一阵酸楚 大葵这孩子实在太懂事了 他问大葵有没有啥想要的东西 可大葵却只想要一张全家福 不光是他们父子俩的 而是秋英三个弟弟妹妹 一大家子的 有了这张全家福 他就有了份念想 大葵对家庭的重视 跟高大山一模一样 一声声爹叫得高大山 眼泪差点出来了 大葵不仅有孝心 还是唯一一个能理解 体量高大山的孩子 只是妻子秋英 永远都接受不了 大葵的臭和脏 高大山的儿子大葵刚一走 妻子就扔掉大葵睡过的床单被造 就连大葵带给高大山的高粱米 也为他拿去换了鸡蛋 咋的 换鸡蛋了 你别跟我乌眼鸡似的啊 就是半袋高粱米 高大山正想发火 但看了眼旁边的孩子 还是忍住了骂人的冲动 企图跟秋英讲讲道理 我知道你冲的不是那半袋高粱米 你冲的是大葵 就大葵是我儿子 从大葵来的一天 你就脸不是脸 鼻子不是鼻子 现在大葵走了 你冲的半袋高粱米 你给撒气 我就小心眼了咋的吧 冷不丁的冒出一大老爷们 老不老小不小的 跟那儿一战 叫你爹叫我娘 你不脸活 我还抬不起头来 大葵带老子是我儿子 只会留在桃山屯的呼吸 高大山越想越气 大葵那么善良孝顺的孩子 千万让人家住在楼梯底下 他怎么还抬不起头了 高大山 我说你今天是不是想找场 跟我吵架了 对 我今天就想跟你找场吵架 眼看父母越吵越凶 几个孩子也吃不下饭了 你们又吵了 让不让我们吃饭了 吃 吃 干嘛不吃 秋英无所谓的态度 彻底激怒了高大山 他直接掀翻桌子 不准秋英再吃饭 又带着撒孩子来食堂吃饭 小儿子一吃这么香的饭菜 瞬间忘了妈 我妈做的饭 饭多食 太难了 真真真 别瞎说 你妈那个人 是有点毛病 心眼小 心里壮不像五湖四海 但是她做的饭好吃 爸爸爱吃 什么什么什么 诸不识 多难听 以后不许说你妈 快快 刚批评完小儿子 转头又看见大闺女 不停往饭盒里夹菜 一听她是给秋英带的 高大山瞬间放下心了 晚上高大山没有回家 这可急坏了秋英 她哭着跟节耿吐槽 高大山为了半袋高粮米 跟自己闹分居 可节耿听后呢 却骂秋英太小题大做了 那晚上两口过日 跟小孩过家门呢 说分居分 说散散的 秋英听了节耿的课 又打听到高大山今晚要去应酬 于是呢 就饱了鱼汤 给她送去值班室 吃饱饭后 高大山这个腰疼的毛病 又事实的发作了 趁着按腰的功夫 秋英一把抱着高大山 夫妻俩刚一和好 高大山的初恋 就杀了回来 男人刚当上白山守卫区司令 就接到了初恋的电话 初恋林军一即将转业回乡 可他还想继续留在部队 高大山开心坏了 立即派出参谋长 带着一个班的战士 把林军一接到自己守卫区 正好守卫区医院 还缺一个院长 参谋长立即带着战士们 拦住了转业车辆的去路 负责移交转业人员的干事都惊了 这么做明显不合章程 所以他说什么也不能放人 参谋长一把抢过林军一的档案 有了高大山的庇护 林军一不仅能继续留在部队 而且还能留在高大山的身边 当白山守卫区的空降院长 初恋相见分外眼红 有林军一在这里当院长 高大山甭提多放心了 这天高大山准备去视察边境线 可要让晕车的他坐几个小时车 真比杀了他还难受 高大山就这么蹲在排气口面前 大口呼吸着汽车尾气 高大山只好去找林军一 要点药 可还不等他开口 林军一就默默去拿出晕车药了 从林军一手里接过药 高大山正要走 又被他叫住了 跟林军一交谈时 高大山总是不用费什么力气 就能得到理解和关心 其实不只是各位观众 就连高大山自己也怀疑过 你说我要跟林军一结婚 那日子会是啥呀 我说司令员 那事都过去了 别提了 来喝酒喝酒 一不如心 人不如旧 高大山跟亮子在一起 把酒言欢 策马奔腾 有他在身边 就好像回到过去自由自在的时光 然而呀 等高大山提着亮子送的土特产 高高兴兴回家时 才突然发现 家里的酒厨里 多了很多不属于他的高档白酒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不字幕尽力量 好